本源法师,读书能改变命运,但要读哪些书? 如何读书? 如果要想改变人生,那么首先就要改变认知。 世间法告诉我们,可以通过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凝诗指路,阅人无数来改变认知。 读万卷书 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,书籍是前人经验的总结,如果能够深入学习,就可以避免很多人生的弯路。 古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,这句话虽然是站在名利的角度阐述了读书的重要性,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知道,读书的却是改变人生的一个绝佳的路径。 要读哪些书呢? 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,这是需要慎重选择的。 学生除了要任真阅读学校规定的书籍之外,还应当阅读中华文化宝库中的圣贤书。 读圣贤书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,不仅是正知正现,而且有超越凡夫的智慧,因此你的视野和境界都会得到提高。 如何读书? 很多人读书时,记住的是表面优美的文字,精彩的故事情节,而忽略了书本背后作者所传达的意图与精神。 文字的意义即在于这背后的道,读到了这个道才真正吸收了书本的精髓。 文字的 positiv细细 procrasti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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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